发动机的吊血 打开发动机引擎盖 拧开机油盖 拧开膨胀箱盖 卸掉发动机冷却系统内的压力 举升汽车 拧松散热器排水螺栓 放出冷却液 松开油底壳的放油螺栓 放掉机油 注意 热车时最好不要排放机油 防止烫伤 如果在热车情况下排放机油 请不要戴上手套操作 放下汽车 拆下蓄电池 正负接线柱 拆下蓄电池的固定架紧固螺木 取出蓄电池 拔下膨胀箱 至冷却水管 拧松上水管 拔下风扇卡钩 拔下风扇模块 控制插头 拔出散热器下水管 放掉冷却液 拆下散热器与车身粘接螺栓 卸下散热器总成 把下空气流量器插头 拆下屈轴箱通风管 拆下空气滤清器和进气软管 拔下空气滤清器下罩紧固螺栓 取出空气滤清器滤纸 取出空气滤清器下罩 拔下倒车灯开关插头 拆下搭铁线 拔下搭铁线 拔下搭铁线 拔下跌合器分泵紧固螺栓 取下跌合器分泵 拆下悬挡拉杆,卡销和紧固螺栓 取出悬挡拉杆 拔下拖轮轴位置传感器插头 拔下水温传感器插头 拆下线束固定搭铁 取下启动机隔热罩 拔出启动机启动信号线插头 拔下暴震传感器线束插头 拔下怠速固定电机插头 拔下水温传感器插头